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可惜最近几个赛季 因为年龄增大以及伤病人烟 帕克的状态大不如前 从上赛季开始更是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 期待帕克在黄蜂队能够有出色表现 而他的经历也证明了在NBA想要达成一个人一座城的成就 实在太难 密切尔成为新秀赛季命中三分最多的球员 第二条消息是美美格斯科 刷出了一张新秀赛季 三分命中数百行的图片 决 是对去年13号就多诺瓦尼切尔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命中187G三分球高居当手 紧随其后的是12-13赛季命中185G三分球的达米安·利拉德 09-10赛季命中166G三分球的斯蒂芬库里以及上赛季 带胡人命中159G三分球的凯尔库兹马 密切尔上赛季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绝世对要开始摆烂重建 毕竟他们不再失去了海莫德 再加上萨成不利格球员伤病等因素 他们赛季前半段战绩糟糕 但米切尔挺身而出 他在自己的新秀赛季场均空 下20.5分3.7篮板3.7助攻1.5强段 若非遇上刘吉生本期蒙斯 他几乎可以锁定最佳新秀奖项了 而在季后赛中 这位少年面对威少 保罗和哈登这样的大牌球星也毫无据色 军事在他的带领下大进西部办决赛 教科运以切尔才年满22周岁 可以说他的未来了一片光明 小托马斯准备从零开始第三条消息 是惊吓加盲绝金队的小托马斯新赛季将身皮零好球衣 这宣告着新赛季这明显全明星空外 准备再待后重新开始 而绝金队官方也确认了这条消息 过去两个赛季绝金队都去知西部地球无缘季后赛 而空位位置一直是他们的短板 球队显然也希望小托马斯的加入 能够帮助球队时隔多年重返季后赛 小托马斯小托马斯的故事也十分励志 他在2011年选秀大会上最后一个被选中 但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长 在凯尔克人队期间 他曾入选全明星且是球队进攻端的绝对核心 但去年夏天他被送去骑士 由于伤病原因他的表现明显浇滑 此后加盟户人后状态有所回升 而他在场外一些言论也引起争议 明年2月小托马斯就将年满30周岁 他能否重返巅峰 病方助绝经队在战机上取得突破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这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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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